居住了快三年,2021年 在我姻院已经快三年了 不是,就在这个 银滩这个地方 但是呢,我觉得也很波折 其中也到威海的京区租过房子嘛 到处租嘛,也不是买房子嘛 但是,威海有威海的缺点 它的缺点是什么呢 它那个城市,你坐车很害怕 它高到高,滴滴滴,那个马路 起伏不平 起伏不平,我也没有见过那样 而且那个城市比较窄 你在市中心走的 往左边看就是山了 往右边看就是海了 哎呦,哦对 也能理解威海毕竟是四线城市 哦,那我们银滩两个五线六线都达不到 它也是四线吧 它不是属于 威海不是包括荣城汝山文灯吗 您是位汝山人啊 不见啊,您说话也没有汝山的味儿 对 汝山说话我 听不懂的 听不懂是吧 嗯 你住的怎么样 在这个地方 呃,比起北京那边 或者比起你的金金记来说的话 嗯 啊,我现在还有点舍不得这儿了 本来我不想住在这儿了 年龄大了 把房子卖了 打回老家去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吧 摩埃乳山 这个地方地界人灵 走了半天吧 我最近琢磨着 为什么我在住威海住房子 又跑到这儿出来了 乳山这个地儿吧 地势平坦 然后呢 就是可喝的那个泉水挺多 瓜果梨桃吧 挺新鲜 还便宜 菜也便宜 呃,每天都 如果你不计较这个 呃,太多的话 就每天你都可以 吃到新鲜的蔬菜 嗯 就是从家里一出来吧 就是农民兄弟在这儿卖 嗯 他们也挺实在的 有的时候 呃,差两毛钱吧 我说不用找不用找 嗯 他们还要给你找回两毛钱来 嗯 就是这个 但是你也很存福 这个人民吧 挺友好 挺和气 挺厚重 呃,挺诚恳的 呃,我有点舍不得 呃,然后吃的 特别是值得一提的事情是 乳山那个 乌花果 呃,哎呀 太美了 太好了 原来我还不敢吃乌花果 不懂 后来了解 它是碱性水果 挺好的 呃,糖分也不那么大 呃,包括糖尿病的人也能吃 乌花果 南黄那个乌花果 不是南黄北绿 呃,挺身宜的嘛 嗯 挺好吃 嗯,还有这个泉水 然后还有这个牡蛎啊 嗯 就生蚝啊 生蚝我有点不太愿意吃 为什么呢 你不懂啊 它挺大的壳 有的里面肉多 有的肉少 还有 就是说它这个海产品吧 都非常的新鲜 呃,那个鱼吧 那个带鱼跟银白色的 黄花鱼吧 也鲜黄鲜黄的 呃,物美价廉挺好 是吧 看什么都好 呃,对对对 所以我看什么都好 我现在有点舍不得 那就别离开这了 就在这过就行 那不行啊 年龄大了 你要死 这人我唯物主义者吧 人总要死的 我不能死到这吧 哈哈哈哈 呃,这哪一样 这是 这这咋都是一样的 呃,那不是 呃,药论医疗条件吧 呃,这还是有待提高吧 有的药它都没有 呃,可以从精精剂可以寄过来 呃,有子女吗 那有的时候我们到威海去看病 呃,这个医保吧 我们医保就是精精剂三个地区医保 这个地方怎么说 还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可以联网 它就是不联 联了,已经已经联了 我了解了 北京的人在这住院的话 你说的联不行 我去医院 我刚从医院出来 那不对啊 我刚从医院出来 怎么我的医保就不管用了 我报销就是 你得备案 备了 备案就能报销 呃,那个那得住院 我的备案是在呃,汝山市人民医院 包括飞海都行 但是呢,人家呃,医保说了 我们医保吧挺严格的 就是说呢 这个账,我现在到哪去看病 呃,我们医保,咱不说啊,那个医保太大了 有市医保,医保,我们是松冠村医保 对 对 那么规定了,就是你可以备案 住院,实时报销 门诊你必须写自费,回去报 哦,门诊不能随时报是吧 这个不管用 就光是那个,住院没问题 住院随时报是吧 住院是实时报销 对 你把这帐子拿出来他认 我已经到那个威海的人社局去了 哦 但是,门诊是不行的 门诊不行啊 门诊你必须写自费 我这刚,哎呀,刚扯完我的药费刚报 由6月,6月7、8号扯到7月 然后呢,报销前三天才给我报了 就3000块钱折腾半天 还得写说明,就是说你得寄过去 进行人工窗口报销 挺麻烦 挺麻烦 你老人家现在多大,是八十几啊 高龄老人,过85了 都过85了 那你这个事物这么清晰啊 谈吐这么,你看,这么好 那么流畅 而,还在自己在探索这个,这个什么租房之路 你,你这么简单,我觉得你 那我也是六二年大学第一生的 啊,六二年大学毕业上 我大本毕业 我那六年,相当你们现在的研究生啊 哎呦,你可真 你和我妈一样 我妈,她也是,她是五九年上的大学 那我比她早两年呢,我五七年上大学啊 哦,那个时间考大学可不好考了 三四千人考一个 是不是 哈哈哈哈 不像现在这么好考 哦,现在好考点是吧 那那个刚刚开始的时候,过去也是挺难考的 啊,现在说明额多了 你七七年恢复高考的时候也是挺难考的 啊,恢复高考一九七七年吧 对对对,哈哈哈哈 你真好啊,你走起路来不成问题是吧 我已经,我主要是怕摔 怕摔,对 老年摔吧,就是最后生命道具时的 老年一摔就死亡了 哦,千万不能摔的啊 对对对 能够拐棍 对 哈哈哈,你得数据了点啊